要说这海中小霸王 就不得不提到虎鲸了 它的攻击力之强 有时候就连大白鲨都要对它敬而远之 它尚可斗大鲨鱼 下可捉弄小海鸟 但是却对人类出奇的友好 在平常情况下 虎鲸是不会伤害人的 圈养虎鲸会袭击人类 甚至杀死人类的原因 从来都不是因为饥饿 大多是无聊、孤独 以及因为家庭和幼崽分离带来的压力 虎鲸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了 成年雄性的平均长度大约在8米 最大的有9.75米 虎鲸最长可达10米 重达10吨 是最大的海豚科鲸鱼 而且它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们人类以外最聪明的动物 它们有稳定的社会关系 以及让人难以置信的高智力水平 它们的家庭成员之间 保持着非常和平而又美好的关系 冲突和竞争都十分的罕见 虎鲸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典型的母系社会 这个家庭由成年雌性虎鲸领导着 幼年虎鲸以及少年虎鲸构成 当孩子们出生后 是要跟着妈妈一块生活的 这些虎鲸彼此之间会非常积极地进行互动 一起寻找食物 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地参与狩猎 它们各成员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很少有分开超过几个小时的 雌性虎鲸的年龄甚至能达到80岁以上 家庭成员基本上是5到6个 一般是由祖孙三代构成的一个虎鲸大家庭 有些年长的虎鲸还能体验一把似是同堂的感觉 这些老前辈会将自己这一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传授给其他小虎鲸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这位老家长的经验和智慧 有时候甚至关系着家族的存亡 在这个家庭中 小虎鲸能跟着长者去学习自己族群的语言 社会知识 以及各种各样的生存技巧 当这个家庭成员实在是太多了的时候 就会分家 当几个家庭联合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社群 不过社群的关系 没有一个个小家庭来的关系紧密 同一个社群的成员 会分开几周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 才会再次相互聚集在一起 在社群之上就是氏族了 这是由一个个小社群构成的 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是有远亲关系的 语言上也比较接近 氏族再一组合就是一个种群 不同的虎鲸族 无论是生活习性 语言 还是在对食物的偏好上 都有不同之处 在这些不同的虎鲸种族之间 语言差别也很大 很多虎鲸的营养基础 是各种鱼类 上只鲨鱼 瑶鱼 大金鱼 下到小飞鱼 只见它一个白尾 就将瑶鱼撞得鱼羊马翻 当场昏死 可见这一尾巴威力有多大 这时候虎鲸慢悠悠地游过去 享受自己的美食 在猎鲨鲨鱼的时候 虎鲸主要是为了吃鲨鱼的大肝脏 因为虎鲸长着40到56颗锥撞大牙 每个牙大约长8厘米 虽然看着很锋利 但是因为虎鲸没有旧尺和切割尺 不能咀嚼 有一些虎鲸会去捕食企鹅 不过要想在水里成功捕捉到王企鹅 也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只见企鹅在水中快速地游动着 虎鲸在它的身后穷追不舍 没一会儿这企鹅就成了它的盘中餐 在虎鲸的菜单中 海狮、海豹、海狗也单上有名 在猎杀海狮的时候 虎鲸会试图击退它们群体中最弱的那一个 防止它回到潜水区 通过虎鲸们连续不断地骚扰攻击 海狮早已疲惫不堪 这时候它便会甩出自己强有力的尾巴 给其致命一击 瞧这头可怜的海狮被虎鲸打的 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 即使海狮来到了岸边 在前方的水域中 危险一直在水里潜伏徘徊着 在岸边躲闪不及的海狮 会被冲上来的虎鲸张嘴咬住 异口一个小海狮 象海豹是齐足亚木动物中的兽王 体长能超过6米 但即使是它 依旧会成为虎鲸的猎物 进入虎鲸的暗杀名单 这只象海豹身上流着血 它奋力地游着 正由虎鲸对它虎视眈眈 这只海豹正悠闲地享受着日光玉 虎鲸能够猎杀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但是如果无法接近对方 即使是再小的猎物也只能看不能吃 因此团队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聪明机灵的虎鲸排成一排 一起摆动自己的尾棋 这样一来 产生的波浪就能让冰层发生破裂 他们检查过后 发现冰层没破 就会继续制造波浪 等浮冰开始瓦解 海豹孤立无援地趴在浮冰上 终于这块冰被波浪击碎 并把猎物卷入海水之中 这场捕猎还没有结束 虎鲸利用侧击游泳时产生的漩涡 让海豹无法快速稳定身形 这还不算 虎鲸会喷出一股股气泡来给其他同伴打掩护 迷惑海豹视线 海豹爬上浮冰 但是虎鲸却将这块小碎冰掀翻 最终这只海豹只能绝望地被虎鲸咬住 并拖进海里 溺死在水中 虎鲸和海豚算得上是同宗同源 但是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对于虎鲸来说 海豚就只是它的食物 甚至是玩具 面对虎鲸时 它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被虎鲸顶出水面 拥有良好集体协作能力的虎鲸 能够很快地捕捉到游泳灵巧的海豚 正是因为每群虎鲸有着自己代代相传的方言 让它们不仅能成功捕捉灵巧的海豚 还能捕获大个头的鲸鱼 看这只鲸鱼身上 不仅有藤壶附着 还有一些鲜红的伤口 也是身经百战了 在捕杀鲸鱼时 虎鲸会咬它很多次 就是为了防止它的活动 防止它浮出水面 最后这只鲸鱼因为失血虚弱 淹死在水中 就算是长达33米 重达181吨的这个已知地球上 体积最大的动物蓝鲸 也难逃虎鲸之口 为了猎杀如此之大的蓝鲸 虎鲸会集合在一起 在轮番不断的攻击之下 蓝鲸也会凶多吉少 被圈养的虎鲸 经常会感觉到无聊 但是它们很会给自己找乐子 诱捕鸟类 就是它们的娱乐方式之一 它们会先把一条小鱼 扔到鸟儿旁边 安抚小鸟 告诉小鸟 我不会吃你们的 你们放心大胆地吃 别发胖 我不是坏鱼 在食物的诱惑下 鸟儿逐渐放松了警惕 它们丝毫没有发现 虎鲸扔的小鱼离水边越来越近了 慢慢地 虎鲸的诱饵被放在了 它最方便攻击的位置 早已没有防备心的鸟儿 继续吃着鱼 而虎鲸奋力一击 将鸟儿吞进肚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